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肯定有胃痛 是吧 然后是什么痛呢 胀痛 死后加重 然后还有什么特点呢 胃气拥致的痛 矮气 反酸 他的治疗原则呢 胃气核胃指头 对 治疗原则知道了 那么选一个方子 对 相似伞 不是柴虎除伞伞 那么肝胃气质呢 主症 对 他和这个肝的这个主症有些交叉的 是吧 那么跟第一个症的鉴别主要是有没有肝的两斜痛了这些啊 这些特点 跟情质比较明显 好 下面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讲 第三个 胃中孕热 大家想一想 他的主症会是什么 灼热 对 这个痛的特点是灼痛 是吧 还有呢 热的症状还是什么呀 烧灼痒疼痛 这是灼痛 对 口渴 是吧 口渴 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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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那个口舌生疮中医讲的是哪个脏气的火呀 对 新火 新火 他首先 他这个定位就是胃 是吧 胃本身的这个病变 另外他的特点就是热 是吧 好 那他治疗原则呢 对 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大家都没讲那个舌苔脉象 这个每一个症的诊断这个舌苔脉象一定要记着 就是主症 肩症 那么这个 其他脏腑的这些症状 或者是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加重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舌苔脉象一定要记着 解心汤是制什么的 解心汤 解心汤有几个辩方啊 对 中医讲这个 一个中医师呢 叫这个 用药如用病 这句话大家怎么理解的 他对 他对这个 中医这句话呢 是非常 讲得非常好 那么西呢 可能不是这么强调这个 中医你看我们祖方有军臣佐使 是吧 他就像这个组织一个部队一样 你得有将帅 然后还有这个士兵 那么另外一块意思就是我们诊断一个病以后 辩证一个症出来以后 我们要组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就像你组一个部队一样 那么谁来领导 那么谁来这个辅佐他 那么谁是这个 这个引药 就像这个引路的一样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这个主症以后 我们组织了一个部队去供这个主症去 那么他可能还有一些辩证 或者是治疗过程中出现一些变化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增加一些部队 或者是选一个小分队去治疗另一个监证去 那么这种像某一个 每一个症呢 他都会有一些其他的监证 比如说这个胃中孕热 如果是大便比较干截的时候 我们要加点什么药呢 可以加点大黄 是吧 紫石 是属于这个成气汤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气质 胀痛 胀的比较厉害的时候 那肯定加一些行气的药 对这个胃碗或者腹部的行气的药 胀比较明显 行气的药哪个药比较好 是咳 是吧 是咳 后骨 后骨比较好 对 好 这就属于一个监证的药 那如果是有这种心下这种皮满的比较明显的 就是有一些这个寒热夹杂的这种症状的时候 刮楼啊 刮楼好不好用 刮楼也可以的 刮楼主要是入肺的是吧 对 它这种寒热夹杂这种心下皮满的是用的蟹心汤 拌下蟹心汤是主政对它的 好 金银子弹主要是行气 以气的 然后我们讲这个由胃的气到甘胃的气 然后到这个胃的热 然后现在又甘胃的热 是吧 甘胃印热会有什么特点呢 疼痛的特点是什么样子啊 对 它既然热肯定还是着痛为主 是吧 那这种热的这种痛呢 它一般病是怎么样 它像跟虚的这种痛相比的话 它一般痛是比较急 是吧 伴随会有哪些症状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胃的韵热的伴随症状 那么那些症状都可以有 是吧 它既然这个胃还是有热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脏的症状 就是肝的 肝火比较明显的是吧 肝火的明显都有哪些症状 啊 没事 大声说 说错了不扣分的 脾气暴躁 对 容易容易发火 是吧 对 口苦 苦是这个肝的 口肝 口苦 这是热的一个症状 对 刚才这个胃的这些热的症状 它都会有 还有就是肝的 我们讲的什么味道乳肝的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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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你用热要有什么办法治呢 要清泄肝火 是吧 肝 肝胃这个热都要清掉 那么理气 合胃 止痛肯定是都有了 这是基本大法 是吧 用什么方子 对 还有蛇胎卖象 别忘了蛇胎卖象 肝火预热的这个蛇胎会什么呀 蛇虹 胎呢 胎虹 卖玄 玄可能硕 是吧 不一定蛇 但是肯定是悬的 大便肝结呢 加点什么药 也可以加成气汤的这个 是吧 草绝鸣肉干的再加上 这样就要好 这个里面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热药 这个热的比较明显的时候 它容易这个伤阴是吧 伤阴的时候我们用药的时候呢 要注意不要用一些心灶的 过分造的一些药要注意 所以我们著名的这个叶田是有一个很好的人就是 即刚用柔 用这些柔和的一些药 比如说佛手啦 这些药 它即这个行气 这个平肝的这个火气 那么又不伤阴 反造易怒 就是肝的一个肩证 烦躁易怒 这个肩证就是肝的一个肩证 是吧 然后口肝口苦的热的 卖悬 有气到这个热 然后到血 到血以后主要是雨血 是吧 雨血的痛 大家已经刚才都讲了刺痛 是吧 刺痛为主 那么雨血的还有什么症状呢 嗯 雨血的痛一般喜欢按不喜欢按啊 它属于食症的痛 对不喜欢按 还有呢 对痛处固定 啊 刺痛为主啊 什么家具 入夜家具啊 还是吃了东一下 刺痛是什么容易 什么时候容易家具啊 疼痛 这个雨血的痛 雨寒家种 嗯 好 然后病程呢 雨血的痛 雨血的痛跟这种 胃气庸致的这种痛 它在病程上有什么区别啊 病程比较长 然后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呢 雨血的话全身 比如说面色了 舌台脉象了 会怎么样 舌上容易有鱼斑 然后面色有那 啊 好 雨血的舌台脉象 舌有鱼斑 是吧 啊 那雨血化热的话 可能有一点 薄黄的胎 是吧 啊 麦呢 哪些麦是煮雨血的 色 色嘛 嗯 雪麦可不可以是雨血啊 嗯 嗯 少见 可以的 全外也可以雨血啊 因为治疗大法 雨血的 活血 对 活血加这个行器是吧 嗯 好 这个用什么方式 知道胃痛的雨血有什么方式 谁要伞 单身 对 好 大家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有哪些这个特点大家讲到了 疼痛 刺痛是吧 刀各样疼痛也是 那么痛有定处 暗之痛慎 就是聚暗 时候和入夜加剧 这是都讲了 而病程比较长 反复发作 是吧 面色 那么舌胎 脉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它的一些 诊断的标准就是 辨证的标准 治疗这个雨血呢 那大家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雨血活血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临床上这个治疗雨血的时候 特别注意的一个什么 对 孕妇一定要注意 孕妇这个行器活血的药 大家要注意不能用过猛的药 就是一定要看它在孕期的什么阶段 前三个月是 基本上是禁用这些药 是吧 方箱走窜的一些药 射箱的这些都不能见 是吧 不能闻的 另外就是行器活血的时候呢 不要这个伤阴也是 嗯 这也是很重要 因为治疗胃病的 一定要注意保护这个 不能伤阴 胃是喜润物造的 是吧 如果这个雨血 我们知道雨血呢 有时候会引起出血 如果有出血的时候怎么治呢 加一些活血同时有止血作用的 像三七了 这些是吧 哎 同时有出血的 对 雨血引起血血虚呢 血虚的时候我们用点什么补血的药呢 四五的 四五的 嗯 嗯 嗯 对 这就属于一些辩证或者肩佳症的 嗯 温阴不足 温阴不足 温阴不足的痛会怎么样痛 隐痛 对 隐痛 主症 肩症呢 肩症又在胃了 阴虚的肩症 想到这种气虚阴虚阳虚血虚这种都会有全身的症状 是吧 我们讲了胃痛的他的主症和他本身的一些坚症之外 考虑一下诊断他这个阴虚气虚的 这个气血阴阳虚的时候就会有些全身的一些坚症 道汗 嗯 五心繁热 对 这些都是阴虚的 阴虚除了全身这个症 他胃的阴虚的还有什么胃的本身的症呢 口干口渴 阴虚的就对 阴虚的阴虚和这个这个胃热的这种口干渴有什么不同呢 怎么鉴别呢 都会有口干 是吧 胃热以后 他也会有口干口渴 阴虚的时候也可能有口干口渴 怎么鉴别 怎么鉴别这个口干口渴 这个患者说我口干口渴 你怎么知道他是阴虚呢 还是胃热呢 除了其他的见证 我们就说口干口苦苦这个症状 喜欢喝热水 阴虚的喜欢喝热水 阴虚的身内热呢 不一定是吧 这个不一定 谁比较有这个 比较有把握的答案给大家讲一下 都有口干口渴 怎么鉴别这个胃热引起的口干口渴 还是胃阴虚引起的口干口渴 口渴是一种自我的症状 是吧 他引起这个口渴的这个中枢的引起 让你想喝水 然后喝了水以后反应不一样 是吧 胃热这种引起的呢 他喝了水以后就会缓解 他觉得好 微阴虚喝了以后 不会明显缓解 因为他本身虚了以后 你喝点水 他不会直接补阴的 不是很快就补了的 这是确实很明显的临床一个症状 好 这是未阴虚的 未阴虚很好的一个方子 是用什么方子 对 谁才卖相大家都老忘了讲 卖细术 有了术以后 未阴就已经会再化热 是吧 未阴虚 兼有胃痛的 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加点止痛的 要用什么比较好啊 胃痛 胃痛的有个很好的医药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非常好的医药 但是现在不让人卖了 中药里面叫米咳 就是这个阴素咳 这个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出门诊的时候还有这个药 这个治疗胃痛非常好的医药 但是现在不让卖了 是吧 因为有些人买了这个 到火锅店里面做火锅用 现在药房都买不到这个药 它是止胃痛最好的一个药 那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加金灵子散 这些止痛的一些药 那阴虚明显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强一些补阴的药 那么这里面呢 有了麦冬 沙参 是吧 玉主这些都是补阴的药 那么生地呢 有这个羊血也补阴的药 另外可以加一些 鲁根啦 花粉啦 还有 补阴的药叫什么呀 补阴的药都是归属于哪一类呢 酸肝化阴 这个药是酸肝的味道的 比如说我们加点乌酶 这个养阴就很好 就是说你单纯加一些补阴的药呢 加一些酸的药 它养阴确实挺好 这是一个伟阴虚 伟阴虚多见 在临床多见 哪些这种现代西医诊断的这些病病人呢 我们在前面讲的它是隐隐作痛 另外到虚了以后 一般都是久病 是吧 然后在临床上特别多见的 就是老年性的这种 这种长期性的胃溃疡了 慢性胃炎了这种 还有肿瘤的 肿瘤的病人好多就表现了阴虚的症状很明显 为什么这个肿瘤的现在治疗的 用一个叫这个 湿漫注射液 它当然是调节免疫的 在现代医学讲是调节免疫的 但是用点湿漫注射液 这个整个这个病人的集体状况 就改善很好 就是阴虚 这个病人 多见于老年性的 这个溃疡性的病人 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是比较多见的一个 这是一个 被阴虚 那么下一个症是脾胃虚寒 脾胃虚寒想象主症会是什么呀 前面那些就很明确 是吧 血鱼的 阴虚的 那么热的 这些痛一下就可以概括起来 脾胃虚寒的痛呢 首先它还是虚 是吧 虚引起的痛一定是 长期的 血暗的 隐隐痛的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寒的特点 寒的就是洗温 寒的就是洗温 是吧 寒冷的时候可能加重一些 诶 脾胃虚寒以后会伴随哪些症状呢 啊 变痴 对 变糖这些症状 是吧 还有呢 四肢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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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就是说 全身的寒的症状 是吧 全身这个阳虚的症状 脾胃还有那些症状啊 脾胃的症状很明显的是什么 纳叉 还有呢 乏力是吧 倦怠乏力是皮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皮主肌肉 皮虚了以后它就倦怠乏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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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舌胎卖相 这下不要忘了舌胎卖相 舌胖 胎 胎 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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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呢 卖细弱 是吧 嗯 无力 无力 对 好 这个大家概括的很好 虚的阴影痛是吧 绵绵不休就是长期的 然后喜闻血暗 这是虚的一个寒的一个虚的 是吧 然后受凉以后加重 或者空腹的时候加剧 那么饮食或者吃点热的热敷以后呢 会减轻 哎 这是一个虚寒的一个痛的特点 那伴随的症状面色无华 这是脾胃这个吸收不好以后营养不足 是吧 饭吐清水 神皮纳叉 这都是四肢倦带 这都是脾虚的一些症状 啊 然后大便汤膊 这也是脾胃虚寒的一个症状 那么舌胖便可能有一些齿痕 这是气虚的表现啊 台波百脉沉细无力 这是虚的一些症状 脾胃虚弱用什么病 用什么方子治 是 建中汤 建中汤 嗯 好 知道这个主政这个这个症型名字一旦出来 我们治疗方治疗原则就知道了 是吧 就根据这个症状的命一个治疗原则就行了 嗯 黄旗健中汤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勺药它是可以入脾胃是吧 那么桂枝为什么用桂枝呢 对 温精通落 这个桂枝这个药很好 在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用它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就是治这个臂症 臂症我们知道这就是这种勒风之关节炎啦 强势心脊柱炎了这些是吧 那么少加一点桂枝 还有温精通落效果非常好 这个药 生姜的这个作用很好 温中是非常好的 温中植藕的一个剩药是吧 泛酸比较重的时候 就是办一些肝的这些症状的时候 用一些什么药啊 吐酸水比较明显的时候 沙蚊行气是吧 从这个阳虚表现要出现一个 这个主要是虚寒是吧 那么脾虚的时候 就是以阳虚为主 那么一气虚 表现气虚以后呢 中植的这个气虚下限的时候 我们都用哪个方子 对 补中医气汤很好 补中医气汤 很好这个方子 补中医气汤 谁给我们说一下这个什么药 是吧 生麻柴虎是吧 补中医气 没有被方割啊 没有被方割啊 大家 对 要被方割 这种一个一个剂这个药啊 快到时间就忘了 一定要被方割 嗯 这个中医这个 好多老中医有个理念 就是说 最后学完学完最后就学了几个方子 这是很很对的 因为所有到临床以后 你最后还是用一个方子 你自己组方 确实没有这些经典的方子好 你一定要先找一个很好的方子 然后再去做一些加解 不要完全都是靠自己组方 这个小和不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根于这个中医这个理论 我刚毕业的时候有个非常明确一个感受 就是说 那时候学了西医也学了中医 到临床 一看这个病人 西医的诊断很明确 就考虑这个西医的病理这块 然后按中药的这些药理的作用 来选一些药组方这样用 结果发现效果确实不好 后来就再考虑这个选方子的时候 就不考虑他的西医的诊断 然后就完全就是辩证 辩证完了时候选个方子 然后加减一下 这个效果确实很好 这一定要基于中医理论 另外就是一定是计方子 首先是要把这个方子计好 因为我们是现在这么多方子 针对这些证已经很细了 好多都有成方 成方是几千年这个经验 这个反复反复修订的一个很好的方子 那么我们一定要先用这些方子 然后呢再做一些加点 你把中药学好做一些加点 那么计方子最好就是背方哥 这方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你看这个南方医院陈宝贤教授 这方子背的非常熟 都是方哥被方哥 他他单位要收出来 他是被方哥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忘 是吧 好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七个证型呢 就学完了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七个证型之间 他们是怎样一个联系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容易记忆 大家首先先给我们概括一下 这几个证型之间的关系 按我们上一节课讲的这个每一个病呢 一个分证型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规律 那么按照这个规律来考虑这个病 那么会出现哪些证型 然后各个证型之间还会有些交叉 或者是传遍这些 一定要考虑这几个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有七个证型 是吧 那么这几个证型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他通过第一是外感 人这个如果自己正体强的话 就感受不了外邪 另外就是情质 是吧 外感包括感受外邪和饮食 那么还有就是情质 外感首先他会引起胃气庸质 是吧 然后情质呢会引起干胃的气质 是吧 那么外感的特别是饮食 欲酒以后容易化热 引起胃中的孕热 是吧 那么情质这个引起的干胃气质以后 欲酒化热也会引起干胃的孕 来 这两个 然后这个这个胃中孕热呢 也会引起到干 那么这两个之间是有一种关系的 胃中孕热引起的干胃气质 就是多脏 单脏气到多脏气 从外邪到这个内伤情质 孕酒以后呢 灼热伤阴 那么热伤阴以后呢 久了以后入落 那么引起的雨血 是吧 雨血组织 那么这些呢都属于 实的一些症 然后这些伤阴的 那么雨血组络的 都会引起胃阴的不足 是吧 胃阴不足也会引起雨血 这是相互传练和影响的一个 那病酒以后 脾胃虚弱 那么就脾胃虚寒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几个正形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 了解一下 这样就很容易记忆了 雨血也会引起最后 久了都会引起这个虚 是吧 那么脾胃虚寒以后 再久了还会引起什么呢 嗯 它可能会引起肾阳虚了 是吧 后天的这个虚弱 会引起这个先天之本的变化 那么肾阳虚也可能会引起脾胃虚 是吧 那是相互影响的那些脏性 是吧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一个关系 好 胃痛这个病呢 我们在临床上见的很多 但是这个育后呢 一般都比较好 除了这些胃癌的到了晚期以后 胃癌的早期 我们知道早期发现以后 是可以根治的 那么胃的这个部分切除术 那么都可以这个根治胃癌 胃癌现在这个全国范围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 比如说现在用这个甲胎蛋白了 这些做一些筛查 那么抽血的检查 那另外就是做背餐 这种就很容易查到 溃疡型的 还是这个肿块包块型的 都很容易查 那么慢性胃炎 或者是这个溃疡的这些医期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治愈的 这样的话 整个来说我们临床上见到的胃痛的 育后比较好 那么我们知道实症一般的是去的快 来的快去的快 比较容易治 那么虚症的多有这些虚实夹杂的这些症状 这时候我们治疗时候就要这个分清主次 那么选一些好的 怎么样来配方子 怎么样这个派起你的军队去治疗这些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么每个病都是久病以后就容易 引起这个瘀血 就是入落是吧 那么这时候 比较会出现一些比较重的一些症状 临床上 就出现一些呕血了 或者大便黑 就是有一些出血了 这些 这时候就很重要 那么溃疡 我们知道溃疡穿孔也是很急的一个病 那么可能会危及生命 穿孔出血很多 一下出到腹腔去 不止的话 也会出现生病 就是胃痛的 总的来说 它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但也会有一些急症 急危的重症 这些就要注意 那么这些急危重症的时候 要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 这是它的预后和转规 那么一个医生的看一个病的 一定要明确它的预后和转规 那么你才能告诉这个病人 让这个病人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值得 你也有一个长期的治疗方案 另外就是要怎么样预防和护理 调射这个生活各方面调射 这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告诉病人怎么样注意 那么我们知道 从病因来考虑 一个就是外感的 还有就是情质的 是吧 那么情质对这个胃病 是非常有非常明确的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中国讲的一七十八晚 再起不喝它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 大家可以以后会体会到这一点 情质引起的这个消化道的症状非常明显 它因为是植物神经的一块了 所以一定要调射自己的情绪 另外一块就是注意饮食的调理 因为饮食是直接吸引到胃的 那么一定要注意饮食调理 饮食调理一定是包括几块 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进食要按时按量 尽量不要吃零食 这是比较难的是吧 因为吃零食是这个女孩子美容的一种办法 是吧 锻炼这个脸部的这些皮肤肌肉的 那么避免进食固体坚硬粗糙的不易消化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 这个我们知道要健也要这个保护 因为你可能老吃这些细量也不行 要吃一些粗量 就是这些硬的东西要吃一点 就是要爱护它 你要经常锻炼它 这样 就是说要适当的吃 然后不要吃这些味道过于偏重的 比如说过酸的啦 过辣的啦 这些过浓的这些 还有酱菜的这种食品的少吃 另外就是这些冰冻饮料 生冷的瓜果也要少吃 这些水果特别有一点注意的 我们有一个教授 他主要研究咳嗽的这个病 他就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吃完晚饭以后不要吃水果 他说吃完水果容易引起这种秋天的这种咳嗽 水果应该在上午吃 他是这样讲的 这些冰冻的饮料 那么这些刺激性食物 就要一定要这个注意 年轻的时候这个火力壮 一热的跑到这个冰室去 拿一瓶子这个冻的很凉的就喝 这个刺激是非常明显 因为血管它在热的时候扩张着一下子刺激 它对它的应激反应这种反复刺激就不好 一定要这个营养搭配要好 是吧 另外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吃什么食物 高胃酸的要减少糖类 过多蛋白质的这种酸性的食物要少吃 低酸的要适当加一些酸性的甜的这些食物 然后碱性的 还有就是抽烟对这个消耗系统很不好 我们慢性胃炎的这种人好多人都抽烟 抽烟是很不好的 还有就是酸性物质反流的这些 要怎么样注意这些饮食 睡眠的时间和位置 这个大家谁给我们讲一讲怎么保护胃啊 这个中医有句话讲的非常有道理 叫胃不合的卧不安是吧 你要吃的过饱还是饿的时候 你肯定就睡不着 肯定确实是这个饿的你根本就睡不着了 然后饱了也不行 这个体胃就是帮助这个胃放的哪个位置 是左侧卧位还是右侧卧位好啊 讲讲左侧的道理 胃大吗在这边 那么这食物放的就这个轻松一点 然后呢 右侧呢呢 好 这个问题我们讲呕吐的时候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看它有什么道理 它就是左侧是放到卫大湾 这食物在这 右侧它容易排空是吧 它到这个幽门这样容易排空 各有道理是吧 好 原来治疗这个胃痛啊 还有一些单方厌方非常好 用起来很方便 就一味药 或者是这个一两味药的方 治疗下来就很好 好 这个我们休息一下的时候再接着讲 这个单方厌方有些一定要大家记住的 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 接着 gars 感谢观看